Hello 大家好 汽车圈张晨 今天我和我个朋友去帮他看个车 因为他之前创业嘛 现在需要接送客户 想换个MPV 30多万预算 那我肯定会推G28嘛 新G28不是也上市了吗 所以我跟他一起去看个车 然后我也去赛店帮大家 打探打探现在的行情 哎呀 豆老板 辛苦辛苦辛苦 你这好久不见了 换个车呗 我得换车 因为我在接待的人越来越多 你想我得接摄影师 厂家合伙人 然后包客户 我说现在我遇到就来一家子人 是吧 他就坐在北京玩 在家旅游 所以想买台MPV 至少让人家就周车劳顿 来过后也坐着稍微舒服 舒服一点 然后还有一点是 要做生意多多少少 你得讲点这个牌面 面子高级感舒适感 还加一个 假设我这生意哪天凉了 不能够 不能够 是 至少这个车它的保值率要少 我得东山再起 没毛病 然后新车到店了 咱们进去看看 灯看着挺帅的吧 确实挺帅的 就精钻大灯 七种智能的模式 很有层次 对对对 然后另外你不是说去机场接接客户什么的 然后它这个灯有这种灯光秀 看起来则有牌面那种 明白明白明白 你不觉得 G18这个车它这个外形 就是给人的感觉 既有气场 但是它又不浮夸 我不知道这生意场上是不是有那种 生意做越大 然后它反而越低 就这么说过 其实我从这车上下来 它也不知道我有多少资产 就这个车其实覆盖的群体很广 对 是这意思吧 没错 然后它最大变化是这个 侧滑门 原来老款只有那侧有一个电滑门 现在就是它 三侧是吧 对它双侧都有电动滑门 反正之前我老板那车就是这样吧 只有一侧有 然后接客户 然后人家上这边来还等着呢 不开啊 特尴尬 它这个地台比较有一个台阶 这个商下也方便 后备箱 你看我这贴心到什么程度 让我同事找了一堆这个行李箱 知道吧 怎么放都没问题 应该完全够了 对包括接机 几个人的行李 而且它还能第三排这个座椅放倒 就是你要是不坐那么多人 拉点东西 比如说你装点货 对吧 也没问题 就是稍微有一个台阶 这个如果能纯屏呢 那就更努力了 然后这个MPV嘛 最重要的是第二排 咱上车 好不好 怎么样感觉这个椅子 我觉得它的这个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软 就其实我个人是喜欢这种座椅 因为我小时候睡软床 你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就太软那种 你长时间做劲会腰酸背腾 但是它这个扶手是不是被改变了 这个是和老款最大的变化 老款的这两个扶手是这种灵活可动的 然后它现在变成这种一体式的 全包式 对全包式 然后你感觉做起来这种包裹感 这种尊贵感就特别强 之前那种设计有一个好处 就是比如说你往后一靠 然后你手托 你可以往下搭点 它是灵活 对灵活 然后还有腿托 这东西就 这个太重要了 完全把腿托起来 和你腿都在地板上 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 两种维度的舒适性 对对对对 然后它还能再往后 它是一个按键电动的 然后这个 到最后 然后腿托在一起来 对吧 然后 就是任何坐姿都可以满足 对 而且它有一个细节 我跟你讲 它这个安全带 你看它是跟座椅是一体的 有的车虽然座椅也能卡放倒 但是它那个安全带是在C柱上 一放倒之后 就是这样 然后有时候会有点勒脖子 对你就感觉没有安全感 这些东西挺有意思的 对这个桌板也是新家的 就是 我可以在这放个我挣了多少 对对对 然后另外就是配置上面 座椅通风 座椅加热 对吧 这边的独立空调 我觉得就是有一些小问题 比如说就是因为它这个空间太宽敞了 它这些按键够的有点远 如果说 对如果说你能放到这 对吧 就更舒服 但是它这一次 你看它那车机现在也变了 它支持语音了 通调都可以通过语音 让前面的声音去唤醒 然后控制第二排这个 其实也有一种这种尊贵感 太老板了 是不是 这一下就感觉我就是北京五百层 一下膨胀了 是不是 诚哥就是我还有一件事 我跟你说 我需要一个安静一点的环境 我的商务合作 客户来了 对吧 他下了飞机需要休息 对 谈点事儿 对 咱这展车咱要不这样 咱把门关上试试 感受一下 正好是标上 完全听不见展车 还有刚才在看车子 对吧 非常安静 通过马老师 他就是上一代的这个小把 当时他为什么会选这个 就是因为这个中央这个过道 你知道吧 包括你看上到更贵的阿尔法 包括像那个V class奔驰的那 他这都特别窄 就是你上人去第三排 特别的不方便 你必须得搬椅子 你要是有这个过道 比如说你自己的人 你的同事 对吧 自动上车去做第三排 自动归位 自动归位 然后客户做第二排 就是他走向第三排的姿态 也不至于感觉特别亮强 对 不然你搬椅子的话 然后还得 最后你做好事 还得有人去复原 对吧 那这个时候我还得等了 真是我这单生意都谈完了 显得都尴尬 你看我这苗条的身材 局势挺苗条的 去这个第三排还可以 这身材 我不行 你看我比你 还行吗 也比想象的好很多 是吧 而且它最好的是什么 我跟你讲 横向空间 像我之前试那个车 横向空间会窄一点 因为它这要布置一个巨大的独立悬挂 因为它是一个SUV的品牌 但这个车虽然也独立悬挂 但是它本身是MPV品牌 研发之初就考虑到空间的问题 所以它会把这做出一些优化 宽敞一些 大屏幕还是可以 够炫的 对 它主要是里面车机变最新的了 就是以前我开过我老板那个车 我那个就是特别卡 然后功能上也比较丰富了 主要是导航高德地图 我觉得反正我用这么多导航 也就是用高德 另外是什么 就是它这块空调的控制区 比以前我觉得变好了 所有重要的操作 它变成按键 比如说调温度的 都是实践按键 然后另外比如说即便是触控的 它有这种回馈 你知道吧 这挺奇妙的 这后视镜 戴摄像头的 这叫流媒体后视镜 假如说你坐了一车人 全都是脑袋 你看不见 对你看不见 自己老看后半人 客户觉得不太隐私感不好 然后你这个就没有这种烦恼 这个时候你只看的是车后 就是看的车后 而且是超轻大广角 这个你看见了吗 哦 这个你知道什么吗 这是开门 对 开门看的小星星 开门一撞 被自行车一撞 我看的小星星 这个是开门 如果后边有自行车的话 它就会卡闪 就是提醒你 新车其实它现在在这种安全上面 配置也还比较高 包括这个车也有这个叫A-DAS 自动跟车 自动煞停 上个高速 你就可以解放双脚 叫什么自适应 自适应寻航 然后包括碰撞预警等等这些 程刚刚聊了半天 你能不能带我开出去 不是我刚才问了 它这个展车开不了 而且它试驾车现在没有 据说车员非常紧张 动力总成是用的最新的发动机 但是还是2.0T 但是它增加了一个叫可变缸 就是四缸发动机 它在不需要这么多动力的时候变成两缸 就是能够节油 变速箱变成了一个叫9AT 你可以理解成它这个档位越多 理论上来说更平顺更省油 所以它这个变化都是为了经济兴趣的 对你们这种 对我节省成本 对精打细算的人 对 但是你说动力上 就是老子这样吧 我们之前就去开 从北京开到上海 拉了一车我们7个同事 然后还有一堆设备 对吧 就在高速上我觉得动力真的是没什么问题 包括底盘啊 然后隔音啊 我觉得这新车肯定不会比老子差 然后因为这种车就是你不需要它在一车人标车 对吧 所以它就符合这种MPV这个定位 开始稳稳当当的 对吧 如肉就可以了 所以怎么样 现在除了试驾 其他的基本上也都感受了 我很满意 很满意是吧 可以吗 咱这个推荐还是 我觉得你还是比较靠谱 比较靠谱吧 因为你需求就是排面 对吧 高级感 舒适度 对吧 然后空间 实用 对吧 我觉得这几项满足你没有问题 你看我们公司最早一辆车 就是劳款GR8 后来我们帮我们换了一个就是它的上一款 GR8 GR8 ES 所以GR8这个车 真的是很多人他都会 就是 连着买认准了买 就是我刚才跟销售还聊 然后他说有很多人就是一听说 出新的了 然后要更新 上了瘾了 对 所以这个车 因为也确实是 因为它进入功务也早 在这个价位 它基本上也没什么对手 一直以来 对 所以就是说 它也非常了解 就是它的这些所谓目标消费者 它的需求 对 它该做的都做的确实比较到位 你挑不出什么太大的毛病 说你多了 我的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最后 OK 这车到底 价格 对 是这样 这个车现在刚上市 4款配置 最低配299,99 然后还有339,99 37,99 39,99 我比较推荐你买37,99 那款就是次顶配 它的后排第二排座椅的配置 比较丰富 腿拖 然后会加热通风这些全都有 你要再便宜一点 那个就是没有腿拖 如果你是纯家用 我就推荐你买29万多 或者30多万多 但是你有这个商用需求 对 那我就买37万 对37万的 这个我觉得就OK 然后再不差钱你就来 不差钱 40万那39万多 肯定不差钱 不差钱 我其实打一句话 我就知道差不差钱了 我就 然后这个行情情况现在是这样 因为这个车呀 现在我问了这个店 首先就是现车就不太多 然后而且来一辆卖一辆 就这展车已经卖了 这也很明显 就要走 我现在打电话 就要走 吃吧 俺们是这李宗尔 那就是蓝远的 那致没什么 我打电话 你这还有什么 你那边 我打电话 就是 我打电话 你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